接着为各位介绍 Word 表格的制作 Keyo 老师先把这边的文字全部删除 按 Ctrl 加 A 全选 再按键盘 Delete 如果要在文件上插入表格 请先切换到插入标签 Word 建立表格的方式有许多种 我们这地方呢 可以直接在这里去选择 你要建立几乘几的表格 例如我今天要做一个一周五天的功课表 那我可以在这个地方先选 好 那因为我还要再加上一个标题 所以是六成多少呢 假设我们有上午跟下午 OK 那我在这边就做一个六成三的表格 滑鼠游标移到你需要的数量 好 就六成三 你可以发现呢 在上面就会新增一个表格工具 这个是从 Office 2007 开始的新设计 当你选择一个特殊的物件 例如像是表格啦 或者是像 像 Excel 里面的图表啦 它才会出现对应的选项 那当你跳离之后 它就自动消失 好 我现在再将文字输入点移到里面 那你可以发现在这个地方呢 又会出现表格工具哦 好 OK 那我在这个地方我就可以输入我要的内容 好 再储存个里面输入我需要的内容 好 刚才我们提到说我们在这个功课表里面呢 大概有上午跟下午两个时段 好 然后有星期一 星期二到星期五 好 我们有不同的课程 例如我们星期一早上上 Word 下午上 Excel 好 其实我们在输入的时候啊 各位可以看一下啊 我现在先输入 如果说你要跳到下一个储存格的话 你可以按方向键 或是按键盘的TAB键 就是在Q旁边的Tab键 好 OK 这个我们输入的时候呢 如果按Enter键 它会自动把储存格加大 它会把它撑得高一点 但是我们这边没有要换行 好 OK 好 PowerPoint Access 资料库 Outlook 好 我们也来上一点 Windows 的基本课程好了 Windows 好 然后其他的我们再填上一些其他的课程 这个应该是不会是课程的项目吧 好 没关系 我们就是填一些项目来就好了 好 这个是我们星期一到星期五的课程 这样就可以做一个表格出来 那这个表格呢 储存格的编排 你也可以做设定哦 像我们在这个地方如果希望储存格的文字能置中的话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点选 或者是你可以切换回常用标签 在这个地方呢去设定你的段落对齐方式 你可以全部圈选起来 好 全部圈选起来 然后一次做设定 好 OK 这是第一种建立表格的方法 我们再看第二种建立表格的方法 点选插入 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选择插入表格 它会打开设定的对话框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要设定几栏乘几列 设定表格大小 所谓栏就是储存格垂直排列的称为栏 所以这是第一栏 第二栏 第三 第四 第五 第六栏 列数呢是指储存格垂直水平排列的称为列 所以这是第一列 第二列 第三列 好 所以如果说我要做一个跟上面一模一样的功课表的话 那就是六栏乘三列 可以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去设定栏宽 不过 我们暂时先选择自动即可 按下确定 好 或许我会希望这个表格呢 跟上面的这个表格距离加大一点 OK 我滑鼠油标移到这个地方按一下enter键 等一下 好 这样吧 我这边先插入一个空白段落 然后再插入一次 我不要两个表格混在一起 确定 好 这样就两个表格了 其实你可以用滑鼠去拖曳这个储存格的宽度 好 然后其实也可以设定让他们平均一下 平均一下 像我们在这边的表格工具 其实这个部分我等一下会再做详细的说明 你可以平均分配篮宽跟平均分配列高 因为你会发现现在星期一变得特别宽 对不对 这个是可以调整的 好 它是可以调整的 但是我不要这样的效果 所以 选举之后 你可以让他做平均分配篮宽 这样子 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每一篮的宽度都一样 好 再看一次 星期一 等一下的星期一 我不要那么宽 圈旋起来 好 平均分配篮宽 那列的高度呢 也可以设定 因为或许我会觉得这个表格呢 希望它高一点 OK 我们用下面这个表格来说明 当你在用滑鼠拖曳的时候 你会发现只有最后一列变高了 对不对 或许我会希望每一列的高度都要一样 那么我可以先将这个表格圈旋起来 好 圈旋起来 或者是你也可以在这个地方点选 这个地方点选之后 这个操作等同是选取所有的储存格 好 我再切换到版面配置 就可以点平均分配列高 让它的每一列的高度都要一样 好 内容我想就一样了 好 然后我们就上一点不同的课程吧 好 OK OK 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你可以发现它有些特别宽的 字数比较多的 它可能会帮你做换行 这个你可以自己调整一下蓝的宽度 如果你不希望它换行的话 还有如果像这个Coreal Draw 这个是一套向量汇图软体 不过呢 在Office软体里面 它可能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英文单字 其实可以不用理会 Kevin老师前面讲过了 红色的书名号在列印的时候是不会出现的 当然如果说你要把这个拼字检查的功能关掉 也是可以了 好 星期一到星期五 我想就不打了 我们有比较快的方法 对不对 Ctrl加C复制 点选Ctrl加V贴上 这样是不是比较快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复制贴上 点两下CtrlC复制 点一下贴上 对不对 这样操作就会快多了 好 以上是介绍插入表格的两个方法 其实还有一个方法 其实还有一个方法 等一下我们再讲手绘表格 稍后我们再介绍 待会请贵同学先练习一下表格的制作